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线被买卖的银行卡正在播出 2017年1月14日临近春节 河南省洛河市洛河西火车站里的旅客也是越来越多 当天下午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和民警 正在仔细地检查着近站旅客的车票和证件 就在这个时候正在执勤的民警发现了一名可因男子 当时从这边过来一个年轻人背了一个双钱包 背了双钱包他过来以后 我说你看他的车票身份证 他当时拿出来以后往上一放 我一看身份证上的照片给本人有点不一样 民警发现这名年轻人刘某似乎使用的不是自己的身份证 于是将其带到派出所里进行了仔细的询问 面对民警的询问刘某表现得十分紧张 先看他的身份证 车票 先核对人 核对人了以后 我说你的物品需要人人进行检查一下 当时把他的包打开 把包打开一看 包里边放到全部都是银行卡 还有那个电话卡 正常情况下 旅客出门在外随身携带银行卡 也不是什么怪事 可刘某竟然携带了上百张银行卡 更加让人起疑的是 这些银行卡都不是刘某的 而且每张银行卡 都有其相对应的身份证复印件和手机卡 银行卡当时有一百多套 每一套都是用大袋的大塑料袋 然后像里面装的小塑料袋 每一个小套的身份证 有这个银行卡 有身份证复印件 里面有一个手机卡 这是完整的一套 有的是用纸包起来 然后上面还写着 名字 身份证号码 密码 哪个银行的银行卡 刘某身上为什么会携带 如此多的身份证复印件和银行卡呢 民警迅速对刘某进行了询问 刘某交代自己是按照上线要求 准备乘火车到湖南长沙楼底 倒卖银行卡的 他自己冒用的身份证 则是在收购他人银行卡时获取的 他就是充当一个马仔的角色 他这些银行卡也是别人交给他 让他来带到另外一个地方 转交给下一个人 通过调查发现 这一百多套银行卡 来自北京 黑龙江 河南 河北等 六个省市 这样看来刘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贩卖银行卡的团伙 而且这个团伙肯定还有着更多的银行卡 如果不迅速将这个团伙打掉 这些被非法收购而来的银行卡 极有可能会流入社会 后果不堪设想 把这些大量银行卡 流入社会之后 落入在违法犯罪分子的手中 会让他们利用起来去做违法的事情 包括这个 从事电信诈骗这一类的 包括这个地下钱庄洗钱的 赌博的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案工具 他只是个携带者 帮这些他这个组织成员去运送 只是说我们这案件一个突破口 一个切入口 从前期的寻故事上中 了解了这些银行卡的来源 然后我们就孙冬莫怪 孙军这个线索 开始往地下去侦查 迷警迅速对刘某进行了审讯 刘某交代 他的上线外号叫马哥 马哥手下有一对外号叫鱼哥 和鱼嫂的夫妻搭档 负责帮他收卡 他和这些同伙从未见过面 一直是通过聊天软件进行沟通 整个他这个团伙 以老马为主 老马全班去指挥 然后通过他的下线 这个河北的鱼哥 鱼嫂 这两个人负责去收购 针对目前掌握的情况 武汉铁路警方决定 首先对鱼哥 鱼嫂进行调查 一方面可以掌握更多 马哥犯罪的证据 另外一方面也能更多地搜寻到 关于马哥的线索 我们考虑到这个 从他的外围的这些团伙成员入手 先期进行这个抓捕 跟这个证据的收集 带这些证据全部固定 以后然后再选择合适的时机 对他整个的这个团伙进行收网 2017年4月 警方多方调查后发现 鱼哥 鱼嫂二人 藏匿在河北省高碑电视的亲戚家中 于是民警迅速赶往河北省高碑电视 找到两人的具体住址 并对其进行严密的监控 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 每天就在大街上来回游荡 多出于像地铁口 还有银行的门口周边 然后穿着打扮也很普通 通过长时间的摸盘 民警对于鱼哥 鱼嫂两人的活动规律 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 2017年4月12日 在河北省警方的配合下 武汉铁路民警顺利将鱼哥 鱼嫂 抓捕归案 他们互相之间都是通过网络 其实没有见过真人 根本都不认识 而且都是一种代称 比如说鱼哥 你想鱼哥 鱼嫂就这样 像马哥就这样 通过几天的讯问 民警从鱼哥鱼嫂的口中 并没有获取到更多 关于马哥的有效信息 从审讯结果可以看出 这个团伙中的嫌疑人 都是用假名或者代号 谁也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 也就是说 要想找到马哥的踪迹 只能通过马哥的微信账号 展开调查 从他携带的手机 发现了大量他与马某的 通讯的信息 我们也是从他的手机 就是微信 马某的微信入手 一步一步去查实 核实这个马某的身份 根据与马哥微信账号 相关联的手机号码 民警迅速查出了 马哥办理手机号码时 留下的身份信息 也就是说 只要沿着这条线索追查下去 很快就能找到马哥的踪迹了 我们派了这个侦察员 实地到马某的原级 对他进行了这个走法 发现他实际上是一个 在家无能的农民 反复调查之后 民警发现 身份信息上显示的 这个马某并非是 民警要寻找的马哥 但这个身份信息 又和鱼哥鱼嫂 对马哥的描述相吻合 民警推断 这个马哥一定是冒用了 他人的身份 他可能也是在 这个贩卖银行卡过程中 可能这样获得了 这样一个身份 然后以后他就 长期以这个人的身份 来实施这个违法犯罪 而且他对他手下的 这些马仔 都是以这个马某的身份 出现 警方判断 马哥既然是冒用 他人的身份 那么在日常住宿 乘车租房时 一定会使用这个假身份 于是 武汉铁路公安处 迅速组织警力 兵分多路 奔赴黑龙江河南 北京当省市 开展调查 对这个马哥的行踪 进行细致的摸牌 老马这个人 可以说是 居无定数 他在北京 租的有房子 大部分租宾馆 因为他这个收入很可观 租宾馆 包括到郑州 哈尔滨 牡丹江 西安 长沙 就是来回 各地的来回跑 调查发现 这个马哥似乎 有很强的反侦察意识 从不在一个地方 停留很久 行踪总是飘忽不定 民警似乎很难确定 他的具体位置 正当案件侦破 进入僵局之际 赶赴河南省郑州市的民警 在走访调查 大量出租房 并调取相关银行小区 视频监控后 发现了马哥的行踪 当时是专案组的 另外一组 找到了老马的居住地 获得这样一个线索以后 我们专门安排了 这个侦察员 到郑州 对他的这个窝点 进行了一个 长期的这个排查 跟遵守 作为我们来说 对居住地的 这些环境情况 不是很了解 毕竟它还是一个 高层的建筑 在二十几楼 面对这样的情况 警方并没有贸然 对马哥进行抓捕 而是一直安排警力 在马哥居住地的周边 进行蹲守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蹲守的过程中 民警获取了一个重要线索 他们会在这个郑州 进行一次集中 就是将从这个 全国各地收来的 这些银行卡 统一带到郑州 交给这个马某 民警决定 就在马哥及其下线 交接银行卡的时候 进行抓捕 将马哥及其团伙 一网打击 我们一共是派出了两个组 一个组就是 对这个马某的这个 驻住点 进行这个蹲守不控 另一组就是对这个 从外地 乘火车到郑州的 这类送卡的这个闲人 进行不控 所以两组同时出击 2017年6月8日早上6点 马哥的出租屋里 有了动静 就在一名闲人 打开房门 准备外出的时候 民警冲了进去 就在开门的一瞬间 我们把门打开 冲了进去 进去的时候 当时屋里边有六个人 老马在里屋 然后还有四名男的 一个女的 还没起床 手里 靠着 按着 按着 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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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蹲地上 租住点 就抓获了六名犯罪嫌人 然后缴获了大量的 遗行卡 身份证 等这些犯罪的账物 然后在火车站又抓获了前来送卡的犯罪嫌人 通过长时间的审查深挖调查排摩 武汉铁路警方彻底摧毁了一个 以犯罪嫌疑人马勇为首的 倒卖铁路警方彻底摧毁账罪嫌疑人 至此该团伙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根据调查 外号马哥的马勇50岁 河南人 1997年因犯诈骗罪 被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8年 出狱之后 马勇不仅没有改过自新 为了不劳而获 反而拉拢着他人继续从事着违法犯罪的活动 他这个组织的分工也比较明确 有专门这个收卡的人员 专门验卡的人员 还有这个收到了银行卡以后 往外发卡 送卡进行贩卖的人 经调查 马勇及其同伙 通过网络广告或街边搭话的方式 招募大量在外打工的农民工 在校学生 或者是社会闲散人员等 到银行柜台办理银行卡 之后 以不到一百元一张的价格 向银行卡持有人收购银行卡 他收完了之后 他就领着客户就去办 比如说 可能给客户五十一张八十一张 或者他给你上前给的价钱 完了之后 他领了办完之后 把这些卡给收回来之后 再给我这样的给寄过来 寄过来我验完了 我就把钱再打给他 而一套包含身份证复印件 手机卡 网易优顿等资料齐全的银行卡 则以近二百元的价格收购 据马俑供述 团伙里还有专门的人负责验卡 每天的工作就是检查 每套卡的账号或者密码是否正确 一旦验卡成功 负责验卡的同伙就将成套的卡片 转交给马俑 马俑再统一转卖给他人 仅仅具可查的交易信息和账本 马俑等十一人 共倒卖了千人以上的银行卡 其中有办卡人 曾在二十多家银行办卡 人员到案了以后 我们对他们就是以往的 就是贩卖银行卡的 一个是来源 一个是去向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其中有些银行卡 已经涉及到一些电信诈骗的案件 我们将这些线索 进行了统一的梳理 然后及时通报给 这个属地的公安机外 马俑交代 他心里清楚 这些成套的银行卡 最终会被用在何处 做外汇的也有 开赌博网站的也有 提供给诈骗公司也有 民警调查了解到 马俑等人 说过银行卡的方式 其实并不复杂 有一种就是骗 跟那个群众就说 我这个能办贷款 办贷款用你的卡 你给我开个新卡 我走一下流水 给别人办完贷款以后 我给你留10%或者15% 留个利润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直接了当地告诉对方 自己收购银行卡 让人感到意外的是 真的有人愿意为了换取利益 而自愿将银行卡 出售给马俑等人 像一些就是缺钱的 比如说这些学生 一些务工的农民在外地 生活比较落魄 给他们讲明 我用你的身份信息 办一张或者是信用卡 储蓄卡 给他一定的金钱 来获取他们的信息 这些配合马俑等人 出售银行卡的人 没有想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们间接成为了 那些不法分子的帮凶 有许多不法分子 正在使用这些银行卡行骗 我们目前查获的银行卡 有部分的 已经用电信账片被冻结了 涉案最高的有800多万 一比800多万 这还只是一部分 目前我国的银行卡 属于实名制 卡内存储了很多个人信息 如果贪图小便宜 出售自己名下的银行卡 一旦所收银行卡 出现信用问题 最终会追溯到核心账户 会导致个人信用受损 甚至承担连带责任 而那些像马俑一样 为了利益银而走险 违法贩卖银行卡的不法分子 更是会受到法律的严惩 一段时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